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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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網民說你用小貪的英文來rapp 其實是講得對的 因為我英文不聰明的 我學了很久 那我rapp 其實我都不敢說自己是rapp的 但我很努力 很努力去學我每一首歌的rapp那段 因為這一班 其實真的不是故意的 這是我的製作團隊的問題 我坦白說 我真的不懂英文 出了街 我又沒有看清楚 我下載了上youtube 我看到 大哥 這麼快已經有八萬人看 沒有做過宣傳 我覺得 我又不是大明星 很難得有八萬的hit rate 點擊的 一定不會有蟑螢 我正在想 我正在想 剛好又有報道 出了一宗新聞 說韓子亮的新歌 被網民笑 就是hater 變成hater 火爐 連高登的人都在說 算了 將錯就錯 我出了慢歌的時候 我心想 我認真唱一首慢歌 youtube到現在有七十萬點擊率 留言 你們又說我唱得差 又說我姓 我自己都在想 我認真唱一首歌 沒有人會欣賞 香港人 於是我就在想 究竟我舊公司的策略 是否真的可行 是一些特別的方式 去另類的出位 我做得這行 我當然是想有人認識 於是我就在想 我要做一首歌 是要外國曲風的 又要承認的 就算我唱得差 我會慢慢去改 但我只要出了街 因為我知道 我這樣做 我是有Noise 我會吸引到觀眾去留意我 人家看我的甚麼 看我的過去 看我的負面新聞 很搞笑 我記得有一宗新聞 我跟張柏芝媽媽吃飯 然後有報導出來 然後網民就說 唉 搞那麼多做甚麼 肯定是出位 那些 自此這件事之後 我就想 為何我要做一首歌 是要出位 我想想一件事 就是 我不會再弄任何人 去做一件事 令我自己給人感覺 我是抽人家水 我是要靠自己 那我就出了一首歌 叫Party with PL 因為現在這首歌 給了很多東西給我 令到我全公司的藝術 出過的歌 那些人都去留意 是的 其實2013年 其實已經在圈子裡 打滾了 即是還在拼 正式有第一首歌 就是2015年 在舊公司 就有第一首派台歌 正式出道 去頒獎禮就是去年 其實我有這個勇氣 走出來面對觀眾 其實我都 當年其實都想走 當年我記得我去一些活動 去後台的時候 我被一些出了名的歌手 說廟樂 哇 這個奇怪 很奇怪的 他 在後台很大聲 這個前輩消失了 直接不在那裡 直接 都還有唱歌 但就 不見了 但是他就 直接說 哇這個 很雞 坐牢 小心一點 即是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過去 女歌手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過去 即是 古天樂 他是我偶像 因為我看了他的訪問 我欣賞他 他以前坐牢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但他肯面對我,我真的當他是偶像 我覺得他以前小時候不懂思考 我以前小時候也不懂思考 我才十幾歲發生這件事 我覺得給一個機會也不是很難 為什麼那些人經常都會戴有色眼鏡 他過去怎樣怎樣,每個人都過去的 我認識那班,上了位,很出名的 他們都在說我 現在也在說我 為什麼他這樣這樣,拍MV這麼無厘頭 為什麼我會知道,有時吃飯 有些老闆認識他們,又認識我 老闆很好,他們不會看你過去 他們說,加油吧 他們會說,其實很多朋友都在你面前說我怎樣怎樣 但我都支持你 但我現在的情況,我出活動 沒有遇到這些情況 反而那些人很給我面子 只要你一出位 你一紅 或者有人認識 有很多人幫你,有很多人做 以前傳你那些人,都會走回你身邊 真的 現在有些,繼續在這行的歌手 都經常約我吃飯 聊天 有,可能大家做了朋友 不論真心與好,與否也好 我都不想跟別人有敵對,或者有首架 為什麼我會改了這麼多次的名字 我原名叫梁家俊 然後我想做明星,我發明星夢 很想做歌手 因為爸爸當時機緣巧合的關係 他認識很多人 於是我去黃大仙 就改了個名字 那些廟看相 說你改梁迪斯好,改這個名字 誰不知我改了這個名字 爸爸又死了 跟舊的唱片公司 合約又解了 好了,到現在,為什麼又會改韓紫量 其實這個很搞笑 我喜歡韓國 我經常聽韓國的組合的歌 我聽韓文的歌 我聽三次就懂得唱完整首 還有木字編載個辛苦的新字 意味著是 我要很努力 很辛苦地堆積木 有個木字 很辛苦 你很辛苦建立一些東西 就會成功 好像有一個磚頭 這樣砌一間屋 量就是發量的量 韓紫量 都很開心 始終最後,教了幾年之後 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開了娛樂公司 自己全資 但有些叔叔都會介紹一些 朋友給我認識 內地有些工作的東西 所以都會保持營運間公司 投資到多少錢 投資到大約五百萬左右 很多東西都要用錢 尤其是宣傳上面 還有我 我會出大碟 十首歌 接下來都會跟公司 全部藝人合唱一首歌 因為可能11月會有一個演唱會 說真的 會有我公司一對新的女子組合 叫Mascara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他們因為今年正式出道 大家好 我們是新進女子組合 Mascara 我是Jojo 李學青 Hello 我是Monique 黃曜欣 Hello 我是葉貝貝 還有最近網上也有很Hit 就是Luna 黃敏 我很欣賞她32歲 也有這個Heart去做這件事 是阿姨來的 又沒這麼說 還沒去到 我看到很多現在唱歌都三十多 現在TVV很多都很 這個想法 其實你也挺搞笑的 不如試一下 搞笑路 好像 吸引客人的注意 不要緊 人家在韓國也有個Size 大叔先出來唱歌 你生日才出來唱歌也不是老 何況你是帶歡樂給別人 那我又是 不如試一下 幸好就是 我簽回來的藝人 他們都有份自知 在他們的項目 這個是很開心 當然我簽回來不是說 他自己要投資錢 我就要幫他 但也要他們有實力 有這麼長時間 實力見得下的人才會做這件事 他一半我一半去做 你本身是這麼有錢 還是怎樣 我還是他們 有些是爸爸留給我 有些是我自己努力去做事 賺回來的 可能我談一個項目 回內地登台 可能要登三個月 別人給我20萬 這樣去做 有些策劃 可能有些歌 要去做 幫他們做 我都會介紹一些人給他 然後就抽擁 我自己覺得 可能小時候我爸爸對他不好 經常打他 或者出去認識很多不同的女人 所以可能我媽媽 始終都一個女人 照顧我們三個小孩 可能很大壓力 我現在想起 會不會是以前我爸爸對他不好 可能他發洩在我身上 但始終想起 都是親生骨肉 親生媽媽 現在看到他 都會一起出來吃飯 喝東西 跟你媽媽 為何會有甚麼轉力點 為何會令家補飯 很好的 我自己主動WhatsApp 我說最近怎樣 我大一歲又想了 想了很多東西 以前的東西就算了 我們人的 是一定要向前 然後機緣巧合 一個轉捏點 他有生日 我那時候有生日 我們不如約出來喝酒 聊聊天 成年人 我們在摸酒杯底的時候 我們就聊了很多聊天 這幾個月 我們的關係都很好